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现在是北半球是秋冬的季节 大家注意保暖 身体法夫 受我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十也 尤其秋收冬茶 为了明年更好的体力元气 冬天更不能透支 所以大家早睡早起 待会时间要准时结束 不然多伦多得熬夜 这不行了 那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老师能够 抓住机会教育点 启发学生 我们提过老师上教导传统文化 儒家有三宝 君 亲 师 这个君呢 他的精神里面 有以身作走 这是身教 他很有使命感 这个都是身教 包含老师 带班大工无师 学生内心佩服 老师也还不是圣人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刚好学生提了意见 老师也能纳见 也能过能改归于五 这个也是把地址归表演给学生看 所以有身教 有严教 这个机会教育点 就是属于严教的部分 好 那我们翻到362页 论语讲要 我们再举一个句子 看夫子是怎么给弟子的 藉由一个机会点 引导他们 做人做事 包含 怎么做学问 我们念一下经文 答向党人曰 大哉孔子 博学而无所成名 指文之 为门弟子曰 无何直 直欲乎 直舍乎 无直欲乙 好 这个 我们看的这个集结 正旋 正旋 柱里面 说到了 答向就是一个党的名 在古代 在古代呢 五百户 人家 为一党 那这个地区 这个党 这个党的人 美孔子 就是赞美孔子 博学道义 不成一名 不成一名而已 就是 夫子的道德学问 包含他的才艺 很广啊 所以很难 就是这个名 很难以 某一个专家来称他 他会的东西 太广泛了 所以孔子是 智于道 聚于德 医于人 犹于义 所以孔子的确是 博学 所以无所成名啊 就是不能以 某一专家 称孔子 那 这一句啊 智于道 聚于德 医于人 犹于义啊 那可以算是 孔子总结 中华文化的纲领 这一句 论语的经文 我们也应该 顺着这个语言 来交流一下 这个智于道 我们讲 简单一点 心心念念 都往道上走 守着道啊 都没有离开 这是智于道 智是心之所知啊 你的心所向的 方向目标 道 道也者啊 不可虚于理也啊 所以智于道 那 据于德 这个心念 一偏差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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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 我们 爬山 拿了一个 杖 手杖 杖池 要稳住 所以 心念 一偏差了 就杖池 明德 来反省 来反省 修正 自己的 所以据于德 不怕念起 只怕 厥识 我们实时 我们的心念 都能以经典 经典是我们的性德 是我们的明德 以经典来对照自己的心情 不能离开经典的教诲 也是不能离开性德 这是据于德 依于人 与人相处时 对人亲切厚道 这是依于人 由于 学习各种 记忆 专业 要 沉浅深入 不能 浅尝 扯耻 学什么东西 不能 五分钟热度 以前 我爸爸都说 五分钟热度 这个习气 我得改掉 后来 遇到老和尚说 一门深入 不能浅尝 则止 好 有一本书 叫 《论语简说》 这是我们台中连社出的 对论语讲解的 很深入 而且 举的很多例子 也是跟我们现代社会相近 所以这很可以好好学习 这个简要里面讲了 至于道的自然 心所趋向的目标 道呢 礼记中庸篇说 率性 这位道 顺着人人本有的本性 安定而不改变 这就是道 顺着人人本有的本性 那孔子呢 那孔子呢 自述 一生的自相 自于道 自相 是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我们学习 我们学习论语 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们还没探讨经句的时候 首先我们一起交流了 学论语应该建立的观念 和态度 我看点头的人不是太多 因为还没讲21次 我们一开始就讲 要立志 以师志为己志 我们给孔老夫子鞠躬 不能变成形式了 这个鞠躬就是提醒我们 以孔子之志 为自己的志向 老者安之 老者能够得到生安 不只照顾好老人的身 让他的心也安 我们都有父母 都有爷爷奶奶 我们怎么让他们的身安 心安 论语也提醒我们 老者借之在得 人没有走上 自于道具于得 就是没有走上 修道的路 这个患得患之之心 很容易增长 劝发菩提新闻说 我们年少 少也何之 东西莫变 还小的时候 一两岁 很多东西都还不认识 反而贪欲 反而贪念少了 随着年龄增长 贪欲变 深 所以随着年纪增长 假如不修行的话 这个攀比星 从本来是自己跟别人比 延伸到拿孩子拿孙子去跟人家比 那这个心就没有安定的时刻了 这个得失心对清净星的危害太大了 攀比星危害都很大 包含 你看我们 小学初中 那个年龄 大家还有印象吗 我看大家都点头了 印象深不深 哎呀 你看 三十多年前的事 现在想起来就像昨天一样 在走廊上跑 一个转弯 撞上哪个同学都还记得 哇 你看那个时候比来比去 这个同学长得比我高了 很不高兴 就在那里攀比的很厉害了 长相要攀比 成绩也要攀比 各种才艺也要攀比 所以这个 人生越早懂得学习圣教 这个人福报太大了 不会被贪嗔痴控制 那我们学佛了 父母离成垢 直到方成就 帮助父母 当然 现身就要身心安定 然后呢 这一身因缘结束 可以往生 脱离六道轮回 所以我们的老者安知 我们不能只想他这一世而有 想他能不能脱离轮回 而人到了晚年 没走修行的路 要身心安定 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当然我们引导老人家 修学 也要循序渐进 不要超之过急 当然首先我们要好好学 不能学得让老人觉得我们很执着 他就不敢学了 让他感觉我们学到之后 做人处事都不断提升 对他们更孝敬 都不再对他们发脾气了 他们就很有好感 很有信心 为人演说 我们得演得好 这个说才有本钱 据这个朋友信之 朋友之间做到互相信赖 那当然 人家的信赖 信任 不是求来的 是我们做到自然感得别人信任 那这个朋友之间 还可以延伸到 同辈亲人之间 都是互相信赖 少者怀之 年幼的受到好的教养 而且对于父母 对于这些成年人 这些年幼的人 内心都能存着感念的心 你看这个年幼的孩子 对成年人 都是感他们的恩 这个年轻 这个孩子 人格健康 心灵健康 现在小学就有忧郁的孩子了 初中 高中更严重了 所以这一句 少者怀之 我们首先要从自己做起来 现在 我们的小孩 我们的晚辈 对我们有没有感怀之心 感念我们的恩德付出 还是对我们有埋怨呢 那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这个 就是孔子一生念念不忘的大道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据于德 这个据 就是守仗 仗词 老人走路时 身体有了倾斜 就用拐杖保持正直 有时候我们爬山的时候 那个山路毕竟不平 路旁捡了一只手杖 刚好不稳的时候 赶紧把他扶正 这个德 五字 我们看这个德字是执心 他的右边是执心 执心便是德 执心是道场 这一句话大家比较熟悉 还有下一句 这个是维摩节经说的 执心是道场 无虚假固 所以执心就是真诚 没有虚假 我们起了虚似的念头 起了邪念 赶紧阿弥陀佛 把他摆正 歪掉了嘛 赶快 提起正念 念佛即是自心线 这才是我们真心 提起来了 那这个道啊 就是真心 本身是极静的 他是清静极静的 心念一动 随时可以觉察 一出现 歪斜不振的念头 就立刻反省修正 那如此用功 如此修到有所得 就是聚于德的功夫 那真子每天 拿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夫 传不习乎 这三件事 确实自我反省 扎实地用了心地的功夫 这个就是聚于德 具体 依这三件事 来反省自己 难怪恐学的传承 就落在真子的身上 所以我们学中华文化 要很用心研究真子 他是怎么沉传道仇的 尤其他的聚于德 就以这三件事来反省 没有离开五轮大道 所以老阿尚说 敦伦敬奋是大道 这个敦伦敬奋 我们学大臣佛法 不能离开轮场 所以老阿尚提醒我们 大道在哪 菩萨道在哪 没有离开五轮 我们很多人 我们很多人一学佛了 好像就要抛家弃职了 这些都不管了 这个印光祖师就怕我们 学高了 学偏了 重复提醒 要敦伦敬奋 他老人家在文操当中提到了 这一点我们要重视 一般提到敦伦 这个原文 我们学论语 有时候多念念原文 对文英文多熟悉一下 大家假如待会听的都是文英文 头有点发胀 你们就念阿弥陀佛 我们会 头会发胀 就是因为 我们的内心里面 产生了一个分别之种 哎呀文英文我不行 文英文我不熟悉 是这个念头障碍了 所以把这个挂碍要放下 一听到文英文 懂就懂 不懂别挂碍 这样你慢慢接触多了 就熟悉了 真的 外面的文字没有障碍 障碍在我们的念头 你觉得它很难 障碍 就采生了 我以前就觉得文英文很难 一看就头痛 后来老上 给我棒喝 这个老子中留给我们最好的东西 我们还把它丢垃圾桶里面去 结果就很惭愧 还流了几滴眼泪 忏悔的泪 再看文英文 好像亲切很多 突然体会到 一切法从心向神 为什么学他会觉得难 自己的心造成的 你真的慢慢熟悉了 这个文英文读起来很美的 你看我读给你们听 所言敦伦 孔主不惠其意 恐怕 惠错意 把敦伦解错了 经畏略 经略略的解释解释了 世人多多不知敦伦之意 包括的广啊 这个敦伦不是狭隘的 它是很广的 但你能孝亲进掌 遂未敦伦 只是觉得呢 哇我能孝亲 孝孙父母亲 尊重长辈了 这样就是敦伦了 事意甚事 然是小烟者 这个孝亲进掌 当然是敦伦 没错 可是这个敦伦的范围 太小了 善交儿女 不能只考虑孝亲进掌而已 还要善交自己的儿女 必比西街为闲人 为俗缘 让儿女 男孩变成圣贤人 女孩变成 这个 我们一般说俗女 就是非常善良 有德的女子 实为敦伦之大者 这是敦伦当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大家想一想 一个人不把孩子教好 你说你孝秋慢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你每天给父母吃得很好 可是他的孙子 每天在外面游手好闲 你知道老人家能安 安不了 所以以儿女 既皆贤善 儿女都是贤德良善 则兄弟姐妹 走离子孙皆相关而善 家庭形成 好的家风氛围 从之贤贤相继 则贤人多而坏人少 坏人亦可化为贤人善人 所以天下太平 人民安乐之机 皆于交儿女中含之 所以应主说天下的安危 女人家超之一大半 下一代就交好了 这个社会就安定了 所以能孝敬 孝亲进掌 即外面一切都善 做了很多善事 而不能善交儿女 却没有把儿女交好 此人亦未可 执名为能敦伦之君子 他就谈不上是 有敦自己本分的君子了 所以应主有说 一个成家的人 最大的功德 把孩子交好 这句话我们 常常话要反过来看 交好了是最大的功德 交不好呢 那就有故事啊 所以如能孝亲敬掌 与一切通皆如法 又能善交儿女 那其人既居家 无所作为 就是这个人 他哪怕呢 没有做出很突出的事业出来 但是其培植 表现突出 可是他对国家社会贡献很大了 我们观察一下 我们观察一下 我们这五六十岁的人 当了大学教授了 座域阴才 逃离满天下 去了解 他父母是农民 学历啊 学历不高 甚至也还不适智啊 可是很用心照顾家庭 哇 你看 他孩子的贡献 是不是就是他的贡献 好 所以这个轮常啊 敦伦敬奋啊 应主这一段话 语重心肠啊 我们这一代人啊 对这一段话忽略得太严重了 所以在成德所遇到的小学学生呢 不是一代不如一代 一年不如一年 摆在我们面前啊 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敦伦要扩大了 不能只看着自家的儿女了 我们有机会遇到下一代了 我们尽力去护持他 像我们弟子归协会 老师们 义工们都是服务的啊 都是 自己家庭工作 压力都不小了 但是都 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时间呢 给愿意来学传统化的社会大众受课了 所以我们这个大时代 我们是有福报遇到圣教的人 我们有责任把这个文化好好推广一下 当然推广 首先我们自己要敦人就愿啊 不能一推广 结果自己的孩子没教好 会把人给吓退了 人家一看 你还是也教不好 那我不送这里来啊 包含夫妻相处 我们要表法 我们曾经听说 一个传统化团体啊 人家一接触 一看 哇 他们夫妻还打架 结果全部不学了 都退了 被他们吓坏了 所以人人宏道 我们自己伦场得做好 那真子用三行 包含颜值 事物 这个都是巨以德的功夫了 我们复习一下啊 孔子 教颜回啊 怎么落实人等 克己赴礼为人 怎么克己呢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我们念了这四句啊 不知道大家脑海里 有没有浮现一个东西 你们 有浮现什么东西啊 我马上想到的是手机啊 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要想到事物啊 不然我们的清静心就被他给夺走了 我们的德啊 我们的德啊 就被他给上了 真的哦 教孩子怎么用手机啊 甚至最好先不用啊 因为他定力毕竟还没形成啊 大家观察一下啊 以前不离不弃的是 夫妻 现在不离不弃的 真的是手机啊 一机在手 天长地久啊 一机不在手 魂都没有 一发现 我的手机呢 找不到了 好着急啊 片刻不想离开他 哇 那就片刻不离 魔王的管辖了 哦 所以要聚于德啊 具体来讲啊 我们用手机的人 得要建立定力啊 哦 这个 把他好好用好啊 不能魂都被他牵走了啊 哦 那就不是聚于德了 依于人 依呢 是由此所起的意思 就是出发点 人 我们看这个字啊 人恶 就是 亲密的 意思 是人 如亲 是别人像自己的亲人一样 愚珠众生 示弱自己 不疏远 陌生 不仇恨 不仇恨 加害对方 并且 我们看这个二字 有一层 再加一层 加厚的 意思 也就是做到啊 厚以待人 绝不 刻薄 我们出发点都替人家想 很厚道 古人说的 以怪不得三字 待人 哎呀 怪不得他会这样啊 因为他成长的背景情况啊 比较不信啊 不忍苛责别人 都让人家有台阶下 哎 你看古人的厚道就是在 跟人相处当中啊 我们今天当人家的面 旁边还有人 我们还苛责于人啊 这样我们就不厚道了 归过于私事啊 常常给人家留面子 很重要了 我们看老儿上 他讲经当中的例子啊 都在教我们 怎么做人 处事 这个我们啊 要懂得去体会 不能只是都听故事啊 不知道老儿上讲每个故事啊 都在教我们啊 不是很好听 很好听 很有趣 这样而已啦 听完了 这个故事 所教的 我从此刻开始 要效法了 就像我们上一次 提到的 只贡方人 只贡批评人啊 孔子抓住这个机会了 哎 是啊 你你很贤德了吗 我是没有那个贤功夫去讲别人啊 哦 那这个 这个金句 这个师身的互动 哎 我们 学了这句啊 有没有 暗暗 自己下决心啊 啊 从此刻开始啊 不方人了 哦 不批评人了 哎 这解跟行啊 就相应了 哎 我们 举例子 看老儿上说 他年轻的时候 在单位工作啊 啊 结果单位有那个弹簧椅啊 哦 这个 老儿上他说年轻啊 哇 就把那弹簧椅 坐坐坐 都快倒下去了 哦 哎 他的主管啊 刚好走进来了 哦 那当下 老儿上那时候也 很 不好意思了 哦 因为 有一点在玩那个椅子 哎 当下 也 觉得不好意思啊 哎 他的主管怎么说啊 哎 一个人不好意思的时候 难不难受啊 这个时候 你在骂他一顿 他不是更难堪了吗 啊 他主管说 小心哦 你这样会摔 摔到哦 哎呀 还关心他 没有苛责于他 哦 老儿上从那一次之后 哦 不再做了这个事情了 当然也感觉到他 他丧失的修养啊 这也是后道啊 不让人难堪呢 不忍心看人家难堪 这出发点啊 这出发点 都是一于人 这个一就是 出发点 替人考虑 两人嘛 想到自己啊 就想到 别人 所以无论办什么事啊 就由人出发 对人呢 轻后 轻密加厚 而且 己所不欲啊 勿施于人 这一句啊 是若是人啊 哦 那诸位 忍者啊 人家对我们发脾气啊 我们好不好受啊 不好受啊 己所不欲啊 勿施于人哦 我们既然觉得不好受了 从此刻开始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我们不再对人发脾气了 好像 今天 我们每周今天是 文殊菩萨出家日 你们是好日子 文殊菩萨表智慧了 出家日 出家就是发菩提心了 世明真出家 就慈悲众生 所以 不再脑害众生 不对众生发脾气了 哇 你看你现在一发心 文殊菩萨就加持你了 佛菩萨就加持了 不会故意去妨碍别人 在社会上担当任何职务 以人作为总原则 不管哪一个行业 都是去服务人 都是去服务人 爱人 力行 齐家治国平天下 敦伦敬奋的事业 好 所以我们看到 鲁家讲的大学之道 在明明的 在亲民 亲民就是 利益家人 利益社会国家了 那我们探讨完这一段 出发点 都要替人考虑 举个例子 比方说老儿上 谈到 经营道场 我们是弘法的团体 有团队 有道场 举的一些例子 都是在教我们 怎么扶持政法 举了韩英馆长 比方说有信众 捐款 捐了不少 韩馆长马上问他 你先生知不知道 你拿这一笔钱要来捐 假如说先生不知道 那不行 你要跟你先生商量好 才好 这个就是替人家考虑 不要说人家捐了款之后 造成人家夫妻 吵架充足了 那我们还在弘佛法吗 佛法是慈悲为本 人能弘道 所以我们怎么弘法 怎么弘道 我们的心 我们的行为 跟经典相应 跟慈悲 跟仁爱相应 这叫弘道 而不是你拿了很多钱 盖很多 道场很大 这样叫弘道 我们的心形都没有做出来 那你说社会大众 跟我们在一起 一个月两个月了 他就生烦恼了 你们做的跟佛法不一样 不只不能护他的法了 甚至还藏他的法了 所以这一句人人宏道 重要了 我们今天希望 孩子学传统文化 那我们父母的心形 要跟传统文化相应 不辞 只孝 我们慈爱了 体恤孩子了 而不是 拿传统文化去逼迫小孩 那这个红不了传统文化了 我们有听说 这个老师派作业 让孩子写到十一二点 那你说 这个孩子要红到 那孩子在长身体 我们得体恤他 那老上这个例子 我们要举一反三 代表任何大众的因缘来了 我们得替他考虑才行 比方 他要举家搬过来 那你要替他考虑 他下那么大的决心 甚至于他夫妻还要分开 那我们得考虑 我们这个缘稳定了没有 不能说 他要供养很多 你都没有替他设想 到时候来 缘又不是很欢喜 那你叫他怎么回去 你就把门关起来 不让他进来 你不跟他结 很大的怨吗 大众容易冲动 但是我们负责团体的人 你得在因缘当中 很柔软的替他们考虑 我以前也是冲动型的 所以很多缘都没有考虑的深缘 到时候这个缘不成熟 他工作都迟掉了 找不到好工作 那不是跟我们结怨了吗 缘分不能丝毫 勉强啊 你看这个 夫妻一激动了 把孩子带过来了 又跟老人分开了 要把一个孩子教成才 家庭教育是根本 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 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发展 宗教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圆满 我们得冷静 我们不是救世主 我们得用精教 然后很柔软的替他的姻缘去考虑 我就不赞成夫妻 长期分开 分开了 到时候他夫妻产生什么问题 那我们有没有年代的责任呢 所以我们在弘法表现在哪 表现在我们对每个姻缘 都能设身处地替人考虑啊 你看这些原理原则 跟韩馆长那个做法一不一样啊 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老阿上教自己做人做事啊 我们得会体会得会用它 不能只想着我现在想做什么事情了 我得把它做成 这些姻缘你都没帮人家考虑了 多少缘做多少事啊 不要硬要证明些什么啊 想证明些什么 有时候有好胜心在里面啊 这不是老阿上教我们的哦 不能刻意要去把缘扩展了 要去把它做得很大了 随缘不攀缘 有钱多做没钱 少做不做 好好念佛 这一生往生的阿维悦至菩萨 还带了一大批 极乐世界的同参道友再回来 那力量很大 你现在去攀缘攀攀攀 你的心都陷到事里面去了 不清静了 所以修行人什么最重要 清静心最重要 一切行门以静心为要 有服务大众的机会 不是我们去攀缘的 做不影响我们修行 不影响我们清静心 这个可以做 做了越做越烦恼 清静心一直退了 那这个得要优着点 要度得量力 老阿上讲经也提醒我们 自己不能度 想去度人 这不大可能的 好 那老阿上也说过了 李炳南老师当时候 护持台中联社 当时候49年过去的高僧大德 不少 很多人经过台中 李炳南老师 请他们吃饭 供养 从不请他们讲开示 请问这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50年了 60年了 那李老为什么这么做 你请一个人上去了 他讲的跟李炳南老师教的 不一样 比方李老师教念佛 结果这个人一开始 大家要拜餐 要持座 他教了老半天 就被缴获了 临动千江水 不动道人心 这个故事我们都听过 那这个对我们 护持道场重不重要 你护持一个地方教学 到处请不同的老师来讲 大家听的人都听乱掉了 再来换另一个角度 假如你到人家的道场去讲课 你要不要替人家道场设想 你要了解一下 人家道场主修的是什么 他之前听的这是哪些经教 不然你一上去 讲的内容 跟人家本来的学风道风都不一样 那不是好心办的坏事 这就是不懂人情 不懂事理 伤天害理 把人家道场弄乱了 所以我们邀请人家来教学 你要邀请那个真正懂人情事理的 懂得配合 这一方教学的 不能乱请 所以老师上讲这些都是在教我们 不能当故事听 没有拉回来我们自身 拉回来我们现在的团体 所以我们自己也得善学 再来由于意 这个游是浅入水底游游 浅入不是浅尝则止 不是漂浮水面而已 意呢 是才能 梦子称为人数 我们听一个词叫 人心 人数 人数是能造福大众的专业能力 梦子曾经举制作毛的工匠 大家想一想 他很有才能 他会做毛 他在做毛的过程 心中一直想着如何杀伤人 另外一个是制作盾 的工匠 心中却想着如何保护人 你看一个做毛 一个做盾 两个同样记忆 精良 可是前者是残忍 后者才是人数 他的技术 他都是在考虑 怎么保护人 所以当今 这些异能的范围很广 只要利益 只要利益大众的意 就要努力学习 这样我们才更好的可以去服务人 这个六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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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人家讨厉 不让人家讨厉 不让人生烦恼是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就没考虑到这些理 我们可以自己感受感受 现在人与人之间闹不愉快 就是不懂得理 理者 理者敬而以以 没有去尊重到他人 你看在团体里面 不同部门 他管的事不一样 你要尊重每个部门 人家管理者 你不要图个自己方便 造成人家的麻烦 对人不尊重 昨天我跟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用很多媒体 用微信 用赖 组了群组了 那人家要管理 你想这个教会很好 啪就给人家发上去了 可是你一发 那里面有两三百人 每个人都发了 那这个他就不好管理了 你要对负责的人 有一种尊重 我们修学的人 你不留心 这些都会犯的 我曾经在如江的时候 我是负责教学的 我们有个同仁非常热心 他就拿了一套光碟到处送 送给同仁听 有一天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我管教学的 你觉得什么好啊 你要给同仁听 你也跟我打声招呼吧 不然大家到底学的情况怎么样 知见怎么样 我都不清楚了 你好东西 不能因为你做好事 就忽略了对人的尊重 做好事不可以强势 所以这个理是每个人都要学的 待人处事 学习道德仁义 各种学问技能 缺乏了理 就难以成就了 道德仁义 非理不成 老和上说 你这个大成经都能讲了 可是人情事理都不懂啊 那你跟人家一接触 人家啼笑皆非了 所以常理举要学 论语也要学 这是李秉兰老师 我们前面有探讨过 李秉兰老师推荐的 世间法要学 佛法在世间 不坏世间法 论语 还有读历史 预批 通鉴 吉兰 这个都是重要的历史 以历史为人生的借鉴 还有五种一归 现在赵小龙老师 有把五种一归一些精华 有跟大众在交流 好 所以我们得补的课不少 不能再滑手机了 要把滑手机的时间拿来好好学这些必学的科目了 所以可依常理举要熟读实践 再学习其他的学问技艺 这样将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宋朝明相 范仲淑淑淑先生 他还没有考上功名 就有不为良相 愿为良一的志向 有人问他 这是大志向 奈何反求地位卑下的医生呢 范仲淑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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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淑 遇到明君 赋予宰相重任 可以施展报复 可以利益折批 大小人民 固然是我的理想 假使时运不济 没有这个机缘 想要推展旧人利物的怀抱 那良一 就是范仲淹的首选 所以梁医可以治疗双清 还有国君君上的疾病 也可以诊治贫苦无医的百姓 我看到中医师都很羡慕 你看他们拿着针灸针 就可以帮人家治病 帮人家按穴道 把医生卖可以帮人家开药 有的都病了几个月了几年了 一致把人家治好了 所以有技能在手 你看多好用 李秉兰老师也是民中医 我现在假如是二十五岁 我就会学了 这个时不我待 所以看到这个十几岁的孩子 有兴趣 哇 我的大力 鼓舞他 去学医 现在大环境染污重 有病的人 相当多了 那当然我们真的 学了中医 可以身心两方面都可以帮他治疗 学传统文化又学中医 那是身心灵 三管齐下 来帮助人 而且学医 自己也可以保健强身 这个正是大丈夫的心愿 所以范中英觉得 社会地位的高下 这个何必去在乎 最终能立一人 所以范工这个是有人心 人术 当然他的怨大 后来做的宰相 老后上有说 你的怨大 你本来没有寿命 会延长寿命 你本来选不上 会选上 因为你的怨大 超过这个业力 就能转 所以这一章 四句话 至于道 据于德 异于人 由于意 这个是上下相成 脉络一贯 这是 这个一贯相连的 不是分开的 有了 由于意 今生的才能学问 一定要有 依于人的胸怀 方可真正 家会他人 比方说 你当医生 都想着我要月入多少钱 那你说你会真心去帮人家治病吗 所以 由于意 一定要 依于人 不然 有可能就害人 那要做到 依于人 侵后他人 我们有 我们有利人之心 可是你没有 才能 你没有 办事的能力 那更需 由于意 具备 各种能力 才会 普遍 圆满 就像老和尚 他讲经说法 他还去学量子力学 因为他看到现代人 都学科学 你看老和尚一讲这个量子力学 很专业 我们听了都 叹为观止 怎么这个最新的报告 老和尚都知道 都派专人帮他收集的 这个也是由于意 所以依于人和由于两者 犹如树根跟树干 互相滋养 茁壮 相辅相成 好 那依于人 关怀他人 由勉强 而自然 我们以前的习惯 第一个念头 想自己 现在说要依于人 老和尚 教导我们 念念为他人 着想 诸位忍者 我们听老和尚说 念念为他人 着想 好 从此刻开始 就干 好不好看 实而勉强 有安而行之 有利而行之 有勉强而行之 一开始 这个想自己太习惯了 要慢慢慢慢提醒 不不不 先想别人 所以我们要从勉强到很自然都替人想 就必先在 就必先在拒于德上下功夫了 拒于德是反省改过 去除私心上下功夫 念头里面有自私自利 阿弥陀佛 念头里面有贪生吃慢 阿弥陀佛 我们有贪生吃慢 还能爱人 不可能 所以据于德 是能否随时 觉察改过 而人 能够做到 时时 觉察自己的心念 言行 为什么他能办到 因为他自于道 更在总目录 总目标自于道 是否心心念念都守在道上 所以真正发愿要自于道 要恢复自己的本性的 他才会用功在拒于德 你看我们三规一 是回归自性觉症境 那怎么回归 在每个念头要关照 跟自性相不相应 有没有自于道 那这一句佛号 就是最好 具于德的 念头一篇 赶快拉回来 所以这一章是孔子一生 实学的内容 更是中华文化的大纲 我们把中华文化的纲领 就是这四句抓住了 好好下功夫了 那这个孔子 文字就是听到别人赞美他 因为这个达相长的百姓 称赞他 大哉孔子 博学而无所成名 那这个是我们的学处了 孔子听到别人赞美他了 就抓住这个机会 便和他的弟子说了 三百六十三页 这个为门弟子曰 无何值 值欲乎 值舍乎 无值欲乙 就是我当专职 哪一义呢 哪一个义能呢 是值欲呢 欲是驾车了 值舍 舍舰 舰舰 你看以前的人学射箭 专心自治 现在不学这些技能 心浮气躁 人的心没有办法专注 一事无成 甚至于会出问题 你看开车不专心会出问题 你在工作 假如是跟机器有关的 你不专心 可能会受伤 那孔子说 我还是专学预车好了 无值欲乙 李宾老进一步说了 学必须值 就是三支经说的 教之道 贵以专 教要专 学也要专 你专才能深入 精进 菩萨六度 精进 你不精 你怎么进呢 怎么深入呢 就好像挖井一样 你挖挖挖 就没耐性了 没毅力了 那就挖不到水了 就好像学这个学那个没有一样精通 所以固执以求所学 使能成功 你的专注 很有耐心的去学 才能掌握 欲啊 在六欲中啊 比较容易学 其实孔子有道 有义 无不精通啊 所以执欲啊 那是比较简单的了 是孔子的至谦之词啊 所以孔子在别人赞叹他的时候啊 谦虚之外啊 也把学习的重点提醒学生啊 就是要钻啊 所以黄叔说了 言大哉孔子啊 广学道义 周遍不可依依而称 他专精的 道德学问跟才艺太多了 所以顾云无所成名也 不能以某一个领域专家来称他了 犹如 谣得荡荡 名无能名焉 谣得胜德啊 太广大了 不好从某一个角度 说他而已了 流逝正义说了 这个都是比较好的注解 这个李老把这个解的比较 准确深入的提出来 他手把手带我们深入论语 社遇久为夫子所学啊 夫子学这些记忆是很久的 此时闻党人 遇己 战欲自己 恐门人弟子 获于美欲 门人弟子听到称赞的 会迷惑 这个人家一赞叹我们 我们很高兴 这算不算迷惑 这算迷惑 文欲恐 战战战经经的 不敢当 不敢当 受宠若京 你看古人在面对战欲 面对得宠 他要摆正他的心 不能会在这个静缘当中会染污 所以专物为博学 而中无所成 故就己所学 色欲两者求之 只当直欲 以示为学当师博和守约也 这个很有味道 我们前面应该有提到 孔子观察到子贡 对他的认知有偏 观察老师也会观察偏 你看连子贡都会观察出我 更何况是我们了 孔子发现了 问子贡 子贡 你觉得我是多学而自知者愚 学得很广博 记很多东西 孔子真的很厉害 好像 那个国 国君 哪一国国君 好像 好像 这个 有鸟被剑射下来了 结果不知道那个剑的出处 好像去问孔子 孔子也懂 所以这个 孔子这个博学 是天下文明 他就问 子贡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博学而自知者愚 子贡 然 非 于 当然 是啊 难道不是吗 他观察老师 没有观察对了 孔子有观察到子贡 观察到错了 那同样的 孔子是说 非也 他是一以贯之的 他学东西是 是广学原味深入 不是杂学的 那现在又遇到静元呢 这个达像党人 赞叹他 博学 那这个弟子 假如听到别人赞叹孔子 产生 羡慕了 就想着 这个专务博学了 专求啊 哇 学很多了 哇 接触老和尚 看老和尚 引经据典啊 哇 就很佩服啊 然后就 那我也像老和尚这样 出口成章 引经据典 哇 就开始 搬了一堆书 每天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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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乱了 终无所能啊 什么都学不成了 变杂学了 所以你看 这个孔子掌握这个机会 你看心多细啊 遇到人家称赞 自己呢 谦虚之外 抓住这个机会 提醒学生 你们不要羡慕博学 就是去追求这个博学了 然后又说自己 所学的色欲两者 求知呢 那他也 只当直欲 就是你要先把一个技能 学生 学通 不要贪 所以像李老 他们教导学生 学奖经 你一步学通了 再学下一步 你不能同时学四五步啊 到最后 可能学习结束了 一步也没有 学通了 所以以示 就告诉学生 以自身来展示 为学当 师博而守约 你要广博一定是先什么 先守约 博学余文 约之以礼 守约就是你要钻 你不能砸 那我们自己 比方说 以学经教 我们学的 有没有深入 有没有所得 在哪里看得出来呢 在遇到境界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提起 这一步经典的教诲 假如遇到境界了 还是随顺烦恼习气 这些教诲提不起来了 那就学没有深入了 我们好像学了好多年了 这时间上 学了好多步经了 这数量上 可是用不出来了 那就提醒我们了 我们虽然学很多步 没有深入了 所以孔子这里 无知欲矣 还是要一门深入 一步经要把它深入 学通 解形相应 才有受用了 所以老和尚说 学传统话 是去掉贪 不是换对象 不是贪多 是去掉贪 要经 要经 应光祖师说 真龙得一滴雨 可以骗雨 世间 真龙得一滴雨 它能把它转化 可以骗洒 世间 下雨 下雨 霓龙 不是真的龙 霓龙 霓座的龙 中日泡水中 难免会有上身之祸 这个话很有味道 你真的把一句学通了 我们不说别的 刚刚说的 老和尚说 念念为他人着想 这一句真的 解形相应了 心境就上去了 所以我们 三个月 勉强而行之 自己在考虑试了 要为人想 面对 五轮的姻缘来了 任何时候 我都为他想 哪怕他对我发脾气 我的念头 还在为他想 力士练心 要练成这个 念念为人想的心 能做三个月 你再去听 你以前听过 老和尚讲的经 一定会感觉到 我之前 听不明白了 好像听不明白了 以前都没有注意到的重点 好像现在 听到了 因为我们去落实 这一句的时候 我们的心境提升 悟性也提升 再听不一样 所以能把一部经真的好好去学了 你要再学第二部第三部就不难 所以你看孔子掌握这个机会很慈悲 怕学生看错了 学错了 所以为什么老和尚讲经的时候 重复很多事 其中有一点 就是教学的理念 就是教学的理念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方法呢 修学的方法 读书千遍 奇异至限 为什么老和尚一直重复 还冒着我们嫌他啰嗦的危险 因为你不这么做 你一部经都学不通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 心态浮动 然后喜欢求知欲 好像懂很多自己就很满足了 所以 偶尔大师提醒我们 末法修学 好多不好经 好学很多 不好专精 深入 求解不求证 只求听经理解 没有去立行 没有去体振 逐末不求本 这变成舍本逐末了 本是什么 本是心 心是根本 去取很多知识 没有在心上用功 无事本心 学法无益 没有认识真心 你学再多的法 没什么大帮助 因为你认识本心 你才知道 所学 都是为了 恢复本心 全修在信 你了解到本心 你全性起修 就像刚刚说的 依于人 所有出发点 你做什么事的出发点 就是为了仁爱 就是为了利益人 都没有离开本心 现在多伦多是 9点40 对 这个要保证 11点以前 已经进入睡眠状态 不是11点躺上去 不是这个概念 记忆不可思 即使睡觉 这个时节应用不能错过 我曾经听一个朋友说 你是10点50分睡了 跟11点睡 虽然差10分钟 感觉很不一样 那个该睡的时候 先睡着了 精神饱满 那假如依经典 依老和尚的教诲 因为 我们是要开发自己的智慧 这个求知识是不能开智慧的 那就要从孝道做起 地藏菩萨的表法 心地保障 所以从孝倾尊师下手 可以开发我们的智慧 我们都可以感觉到自己在立行孝道的过程 都可以感觉心变柔软 变得能体恨了 这个就是一种领悟了 我们塞了一大堆东西 没有用到这个真心 有时候会变得 比较麻木了 那还有就是 这个烦恼清 智慧就会长 所以要下革悟的功夫 把这个习气改个性 这个悟性也会提升 这个是从 得除物欲习气来下手 那还有就是解形相应 因为我们知识性就是一直 使记硬背的一个习惯 现在学就变成 学一句 去做一句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今天是好日子 我们就落实这句 念念为他人着想 你去行了 行就帮助解得更深了 解得更深又行得更彻底了 这个行解相知了 这个智慧就会不断提升 所以这个也养成 解形相应的学习习惯 这个效法子录 子录有闻 为之能行 唯恐又闻 只如听到好的教诲了 他的态度就是 我赶快要去把它落实 他不贪听很多 另外最近也看到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说 我们学习 忽略了 生活教育 只是很会被经典 那这个情况 会学成 两个情况 要不变书呆子 要不变狂晦了 那这个就 让我们联想 其实也是跟解形相应是呼应的 也是跟孝道是呼应的 你背了一堆经典 你没有行孝道 所以有推广文化的人 这都是前辈 他们教的孩子 结果越来越傲慢 他们也不知道问题处在哪 就去请教老和尚 这一段访谈 这个文字也可以发给大家 学习 那老和尚就提醒了 你们不能只叫他背 他背的多了 爸爸妈妈没他背的多 老师没他背的多 他可能就生傲慢 那就变狂晦了 他生活教育 首先应对 进退 首先侍奉他的父母 进一步服务他人 他在生活当中在历练 他不是学的东西都不做了 打成两劫了 他是有解有形的了 所以古代都是傻少应对 进退 学起的 所以在 常理举药 这些都是属于 很多都是生活的教育部分 你看怎么接待客人 这个都要学了 人懂得学这些部分 他脑筋是灵活的 他会观察的 他不会背了一堆来客人的 傻在那里 不知道要做什么 这个生活教育重要 还有一点 多接触大自然 大自然这个六成说法 有这个天地的正气 寻找我们 大家可以去 观察自己的同学 同事 在农村里面长大的人 脑子比较灵活 人情味比较浓 你好像觉得有点口渴了 突然才端一杯水过来 是吗 他那种 那种感悟能力 比较强 我有认识一个同事 小时候很爱玩 成绩不好 都在山里面跑 后来开始学佛了 好认真 比我还认真 一见到他 他就在那 拨经机在那听经 定课都不断 我是挺佩服他 可是悟性很好 都在山野里面玩 也玩出一些东西来 所以这个接近大自然 感觉蛮重要 而且人一走到自然 他身心就很放松 好 所以大家在都市里面 也要常常带孩子到山林里面走走 这个也是李秉兰老师强调的 你看他老人家 90多岁了 还陪着学生到山林西去了 然后大家还在这个山林之间 听他听他讲学 还有做古乐 拿着音乐上山 我相信那种氛围 可能这些学生都终身难忘 这个老和尚 他在十年姻缘当中 有提到 我们学经教 尤其想红法的人 怎么学呢 长期跟随李秉兰老师 将老师的思想理念体系 包含他教学的方法 掌握住了 当然这个东西 老师说没法教的 你得长期去跟随 自己用心去观察 去领悟 就好像我们刚刚举的 老和尚为什么举这些故事 他的用意在哪里 你都去体会了 他老人家怎么考虑事的 怎么处事待人的 你就在跟随的过程 一直在熏悉 这个是你要红法 要这么学 别方说 老和尚说 让我们扎三根 这扎三根 其实你在掌握纲领 扎什么 扎真诚清净 平等正觉 自卑心 扎 扎 笑涕中性 理义仁慈 仁爱和平的根 你看哪一部经 不是扎五轮八德 不是扎 用真心的根 以我自己来讲 刚好因缘上 成德是03年 到了海口 那我主要跟大众交流的就是地质规 那我要跟大众宣讲地质规 那我得伸住 而且呢 我当时候就变成了 我所见的每个人事物都是地质规 都跟地质规有关 我听一个人讲话 他就启发我弟子归了 比方说 我有一天 在窗口 我从二楼看下去 就看到 一对母子 他们走在街道上 吃甘蔗 这个妈妈咬一咬从右边吐 这个儿子咬一咬从左边吐 他们走过之后 留下一道风景线 你看我 我看了这个事例 你看教育 上行下校 这些就变成我在领悟这个地质规的内容 所以整个生活好像都跟地质规息息相关 就这样过了好多年 可能过了有六七年 我主要跟大众就是分享地质规 结果后来 老和尚说 群书制药 古文很重要 我们从古文观子里面挑了一些文章 而且是校替中性离义廉耻相关的文章 文以载道 文以贯道 那这些文章我以前没有学过 但老和尚说 古文很重要 就跟大众交流 那就是因为前面这么多年都是深入地质规 后来在宣讲这些文章不会觉得太难 老和尚说一精通一切精通 我们是尝到一点点味道 还差得很远 但是真的这些理是相通的 就是五轮巴的 就是用真心 你真心启用 对父母就是孝 对下一代就是词 对上就是忠 这是你自性启用的 你掌握那个纲领 你就容易深入了 后来老和尚因为人家送他群书制药 又说群书制药很重要 挑了360句 老和尚要宣讲 我这个激动型的人 又出来分享了 那就是因为前几年 就是你一部经你好好去深入它 甚至于是感觉 所有一切人事物 都没有离开我现在学的这一部经 都没有离开五轮巴的 你就不会学的东西是分开的了 就是每接触人事物 就在加深我对五轮巴的领悟 跟立行 当然 承得以自身的一个修学的过程 跟您提一些参考意见 首先你的心要安定 你现在想学的东西很多 这个念头就会让你的心不够安定 要安住当下 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就要安在念佛 而且我们很清楚 我们为什么要念佛 这个 我们不念佛 忘念太多了 学佛最重要的就是用真心 所以我们定须洗也 我们得要洗定 而且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你善用心 念佛跟学经教也不是两件事 你念佛的时候能念出相应处来 你听经的时候那是特别能领悟 为什么 听经念佛包含讲课 用的是同一个心 所以我现在不敢不念佛 我没事感谢大家给我半个小时 跟大众一起念 这么多人看着我 你说我能打闲岔吗 你是专注念 哎呦 哎呦 这感觉 这个称明 时及玉光时 真重此时 莫空过 所以我现在晚上有课 我更要念佛 你念了半小时佛了 再去讲课都感觉不一样 要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念佛 为什么要做定课 所以这个夏老说念佛处事 都要用第一念 不要用第二念 就是用真心 你用真心的时候你念佛很有受用 你去做事的时候也很有受用啊 你在处理事了 大功无私的心去做 你的正气就在做事当中在提升 修行就是修这颗心嘛 你在哪里用功呢 在每一时每一处要用功 那这个当然您有发愿 这个是很难得 发愿出来弘法 那你首先要相信 我们的念头啊 周遍法界 所以佛菩萨 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 都知道你发这个愿了 你只要愿没有退啊 他们会加持你的 所以以陈德个人来讲 我听老儿上讲经啊 我很相信他老人家 我从来没有说他老人家讲哪一句 我说这句我做不到 我没起过这个念头 当然这个也是老儿上的教育啊 因为老儿上说 佛给我们讲的 他是随众身心应所知量的 他不会告诉你 很好的教育说 对不起你做不到 那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 对啊 那佛不会跟我开玩笑 老儿上也不会跟我开玩笑 所以他讲的都是我做得到的 所以我老儿上讲的话 我们不会怀疑他 所以老儿上说我们的念头周遍法界 无量寿经也说 我们发愿要求生 极乐世界都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去他们都知道 对啊 好 那 所以老儿上讲经的时候都说 宏护正法很重要 那我们当地址的听完 宏护正法的心我们发了 可是我发了心 我没有说 我去看一看谁跟老儿上关系好 我去找那个人 我赶快有门路啊 去见他老人家 我没有起这个念头 我起的念头是呢 老儿上说 学的要落实在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 我刚好在教书了 我听了就想怎么用啊 六度普贤行 我在学校怎么用在学生身上啊 我是在思考这些问题的 用用用 你的心境 你的感悟也随着因缘 可是我的心是全神贯注在 我当下的家庭的本分 我跟父母住一起啊 我是安住在我 教学的本分 我到了学校去十来个小时了 没想其他的事了 全部就是陪着这些学生了 那在教学中我有领悟了 我感受到一年不如一年 那对我来讲 见义不为无庸也 所以这个因缘不是刻意要去做什么 这个因缘是随着自己的领悟 你觉得我应该做什么 学生缺伦理道德因果 可是我要补课啊 所以我到澳洲进宗学院 想去清静老师上多学习啊 所以发了愿就要 敦伦敬愤 安住当下 这个每天定课要做 然后在五轮的因缘当中 好好去用真心 你只要愿没有退啊 佛菩萨安排 自己不要操心 你看 这个很可能啊 我们现在思虑那么多啊 就是我们本来的个性啊 就是比较着急 比较操心的性格 当然这个愿会 我不是说你啊 我是说我啊 自己的一些性情啊 会在学佛当中现出来 你就要观心为要 我现在这个心念 是烦恼 我要用法来对治它 老儿上教了我什么 以法以礼调伏自己的烦恼 就是说 成德自己走上弘法的路啊 好像就是随着自己 尽本分当中 很自然慢慢慢慢接上去的 不是刻意的 那再来您提到了 这个五年学戒 这个戒是持老师的教戒 当然您信任我 那我成德是德行 学问不足 不足以为人师啊 但是我很愿意呢 陪着大家一起跟老儿上学习 这个我愿意 而且我这个 大家可以依重靠重 因为佛门 阿难问世佛籍 中心说从明师受戒 明师明白 我假如说你们现在跟我学 可以 那我就不知道自己有几两重了 我的修行首先要有自知之明 我自己还不是明师 还有很多烦恼 但是我有遇到明师了 我跟着老儿上 那大家对我有信任 那我珍惜这一份信任 我们一起跟着老儿上学习 我充其量能同学 给大家一些意见 一些参考 所以这个 我们一起守老儿上 开了三个条件 我自己是感觉 老儿上的经我都听不过来 我都觉得我还要抓时间 多听他老人家的教 才能深入 那当然 我们有时候法无定法 首先你自己 要感受你自己有没有进步 你的学习状态是得不得力 这个不能问别人 是吧 比方说今天您提出问题来 你可能就有一个心态 陈德法师 你就给我一个做法吧 我就照这样做吧 说实在的 你说老儿上给我们一个 做法了 我们做了吗 老儿上说三个条件 我们做了吗 我们不要太相信自己了 这个 老儿上在守三个条件的时候 他自己是感觉 他心清静了 他有受用了 他越肯这么做了 我们有人扎根 扎扎扎扎的 问老儿上来 到底要扎多久啊 他就是扎没扎出 法醒出来了 其实你扎根最重要的 是放下自私自利啊 你那个孝心是你朋友的 真心是你朋友的了 你要舍望啊 你要把这个习气 去掉啊 这三根都是 让我们放下习气啊 你要落实地址归哪一句 你不放下那个习气 那一句你也做不了啊 见人善及时期 不把嫉妒放下 怎么做啊 你随喜的心没有出来 怎么做到人善及之善啊 所以 你自己啊 要去感受自己 有没有得力啊 我们 感觉好像 都把修学都交给某一个人 不是交在自己手上啊 师父领境门啊 修行要靠个人 东方是讲求悟性的 不是实实板板的 不是像机器一样操作的 比方说 你现在 听几门课 你得听出受用来啊 是吧 你听的每一个课 你都消归自己的自信了 消归到五伦八德 你有受用啊 那你可以听啊 可是假如你 听了 你觉得 不受用了 那你先专听一步 你得 你得对自己的情况 真实去面对啊 为什么叫修行靠个人 每个人的状态 根性都不一样啊 所以 每个人问孝 每个人问人 孔子的答案都不一样啊 所以 刚刚这个玉涵问到说 我们都是 升学考试上来了 习惯什么 标准答案 其实我们应该更敏锐的 能观照到自己的状态 进而 进而你也能很敏锐的观察到别人的状态 你才能给予他 适当的建议 不能执着啊 帮自己帮别人都不要执着啊 我就遇到一个同仁啊 他见到人 因为他自己学香港四十几啊 讲五轮的 他觉得有受用了 见到同修 就跟人家讲 你不学这个啊 你学不成了 后来我知道了赶紧跟他联络 我说你别害我啊 逼人家一定要学这个 每一个人又跟你不一样 干嘛你一定要逼人家要学这个 就爱你没商量了 自己觉得好要逼别人了 所以我自己是感觉 我听牢上的我都听不够 而且我自己是因为 专听牢上听了五年 因缘我刚好去了海口 五年 我听了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去想 就是一有空就听 一有空就听 当时候听 我记得我坐在火车上 泰上感应片 听这一套光碟 刚好一坐下来吃饭 无量受精 我听无量受精啊 跟着妈妈去供学 听无量受精啊 在火车上听泰上感应片 可是我觉得好像每一步都是通的 那这个后来五年后 就到海口去了 遇到大众来了 他问什么问题啊 我很自然就会提起老和尚教了什么 所以还活到现在 就是靠老和尚 不然就被人家问咖 问啪啦 问爽啦 所以 这个 跟着一个老师啊 你好好跟他学几年了 是非善恶 邪正利害真偉 你会判断了 你再去参 当然要老师 跟你说行啦 不然你自己觉得可以了 结果一参参乱掉了 所以华言经 善才童子那个表法 我们要懂 他首先是跟着文书菩萨 一个老师啊 得了根本智 然后呢 再出去参学 那是后得智 每参一个境界就提升 最后就圆满成佛了 这是善才东西 当然哦 大家不要又听完了 你的亲戚朋友找你谈话 你不要跟我讲话 我现在专听老和尚讲经 任何人的我都不听了 哇你搞的人际关系紧张了 是吧 你非听不可的东西啊 你听了之后 用老和尚的经教啊 沉淀沉淀 哪怕他跟老和尚经教不相应 对你都是长见识 我们不要学佛一太紧张了 好像对很排斥很多人是静缘 学得自己身心都不放松 你说我判断不了 判断不了三五个同餐道友 一起研究研究嘛 是吧 这样我们所接触的东西啊 你都能判断清楚 不会被误导了 自己还不知道 好 这个时间晚了 我看 先到这吧 那个 还有一位同修举手 这个可以再把问题发来 我们 有课程的时候 刚好提到的跟他相应啊 我们都可以跟大家交流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我 你 感谢观看